一中天 中华史 作者 一中天 播讲 下秋年 第五卷 从春秋到战国 第五章 商鞅变法 世道变了 三家灭治 战国开始 战国常常被看作春秋的延续 或与春秋同一时代 叫春秋战国 这其实是极大的误解 实际上春秋与战国是两个时代 中间也隔了好几十年 只不过由于史料的匮乏 我们对这几十年的情况知之甚少 但可以肯定 战国与春秋的差别不会小于男人和女人 尽管男女都是人 比如战争 战争是春秋和战国都有的 然而性质和方式却截然不同 春秋的战争更像是竞技体育 讲究外交礼仪和游戏规则 包括不展来史 不古不成烈 不重商 不竹北 不擒二毛等等 诸侯们宣战的目的则主要是炫耀武力 吓唬对方 拉帮结派 争当霸主 最卑鄙的动机也不过掠夺财富和扩张势力 这样的事情当然也不少 春秋早期 中华大地上的邦国据说有上百 到晚期只剩下二十几个 便是证明 春秋战争中最卑鄙的勾当是楚文王干的 事情发生在鲁庄公十年到十五年间 牵涉到的邦国有陈 蔡 西 当时 陈国一位公主驾到西国 路过蔡 碰巧 蔡哀侯的夫人也是陈国公主 自然要尽地主之意 可是这位陈国公主或者说西国夫人实在是太漂亮了 蔡哀侯一见便完全不能控制自己 言行举止颇为轻挑 西侯闻讯大怒 遗状告到楚文王那里 楚文王受理了此案 当真去讨伐蔡国 还俘虏了蔡哀侯 蔡侯为了报复 则怂恿楚文王去抢西夫人 楚文王听了蔡侯的描述 居然当真灭了西国 把西夫人拒为己有 这可真是蛮夷的行径 成为楚文王女人的西夫人 后来被称作文夫人 她为楚文王生了两个儿子 其中一个就是楚成王 然而许多年下来 这位美女从来不主动说话 楚文王问她为什么 西夫人答 我一个小女子 侍奉了两位丈夫 还有什么话可说 楚文王无言以对 她出气的办法是把蔡国又痛打了一顿 不过 抢地 抢钱 抢女人往往是顺手牵羊 因此也有把抢来的土地和人民还回去的 甚至还有用阅兵来替代实战的 比如少林之战 就没有真打 楚庄王罚臣 臣国也没有被灭 当然 庄王原本已经把臣变成了楚国的一个县 但被大臣一劝又还给了臣人 他甚至没将下击收入宫中 尽管下击之性感未必亚于西夫人 这时的楚国已经变成华夏了 世和大夫参战的目的在春秋主要为荣誉 包括邦国和个人的荣誉 因此在整部左传中 可杀不可辱的始不绝书 贪生怕死 临阵脱逃的却一个没有 当然 春秋晚期也出了两个胆小鬼 一个是赵武的孙子赵罗 一个是魏国的太子快溃 当时 赵央发兵拦截给范氏和中杭氏送粮的政军 他俩和鲁国的杨虎都参战 赵罗单独一辆战车 宽溃则担任赵央的车佑 杨虎英勇奋战 那两个却吓得半死 宽溃甚至吓得自己跳下车来 赵罗的驾驶员没有办法 只好用绳子把他绑在车上 宽溃则被赵央的驾驶员拽上车去 还被斥为像个女人 然而 宽溃重新上车后 表现却非常出色 他不但救了受伤的赵央 还接替赵央指挥战斗 缴获军粮一千车 所以 战后论功行赏 宽溃便自称是车佑中功劳最大的 赵央的驾驶员则说 参马的杜袋快断了 我还能控制战车 我是驾驶员中功劳最大的 为了证明这一点 这位驾驶员往空车里面装了些小木材 参马的杜袋立即就断了 这就是春秋的战争 的确 战争在春秋是荣耀的事 也是体面的事 还是君子的事 因此 流血而不是血 有血性而无血腥 即便是成仆这样的大战 时间也只有一天 一旦决出胜负就各自收兵 绝不赶尽杀绝 像岳王勾建那样把吴都议为三年 已是蛮夷作风和战国作派 为证人君子所不耻 然而在战国 一场战争打几个月 是很正常的 杀人上万也稀松平常 比如秦国 从现功到嬴政 大规模奸敌的战争15次 敌方死亡总人数1028000 其中最惨绝人寰的 是秦将白起在伊雀之战斩敌首级24万 在长平之战活埋降卒40万 至于屠成这样的野蛮行径 当然也是战国的发明 世道变了 一个新的时代已经开始 欲知后事如何 且听下回分解 好吗 wszyscy 现在再联系